美國太空總署的好奇號火星探測器在火星著陸 從而完成了探索火星 可能存在生命的事名的一個重要步驟 在確認好奇號抵達火星之後 這項事名的控制人員 在美國太空總署的噴射推進實驗室歡呼起來 證實好奇號抵達火星之後 地面人員幾乎立即收到了發展這個探測器的首批照片 好奇號的時速是超過22,000公里 著陸的時候使用降落傘 火箭噴射器和一台天空起床機降速 美國太空總署的科學家說 這是他們所嘗試過最具挑戰性的著陸 好奇號是美國太空總署 斥資25億美元的火星科學實驗室的計劃中心 美國太空總署的科學家希望這個大約汽車大小 配備17台攝像機的探測器 能夠為探索火星上是否可能存在生命 提供彩色的影像和其他數據 好奇號有全套儀器 可以在未來兩年探測火星的地理 氣候和輻射劑量